好我们再来看 呃蔡英文的 蔡英文的政府所抛 抛出来的这个权动法 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 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的 这个就是说呢 修正的 修正的草案 我昨天晚上呢 就直直细细呢 都看完 他呢 原来叫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 他现在把准备两个字就拿掉 拿掉 拿掉好像对于语义来讲 并没有什么影响 不有影响 因为 准备两个字拿掉的时候 准备就常态化 换句话说呢 平常你每一天在呼吸 在过日子的时候呢 就是在动员准备 所以这个法案呢 他没有一个 虽然他到了所谓的 所谓的动员实施阶段 你现在看到的 我们的 我们的画面在这上面 这个全民防卫呢 动员法 他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叫动员准备阶段 一个叫动员实施阶段 那什么时候是从准备阶段到实施阶阶段 他有一个呢 一个启动的按钮 就是总统颁布紧急命令的时候 当总统颁布紧急命令的时候呢 这个动员就可以开始进入到了实施阶段 可是这一次的修法的重点 不在那个实施阶段 而是准备阶段变得极端模糊 这个准备阶段的时候呢 他已经可以开始管控媒媒体 相对于我们刚刚讲 日经新闻对台湾这种这么粗糙 有充满意识形态敌意的 同时呢 觉得呢 在质疑台湾的某一些的族族群 在影响或者妨碍日本所期待的台独的这种的报导 在台湾的现在全民防卫动员法里面 如果呢 这个报导呢 是台湾人的话呢 动员准备阶段呢 就可以把这些记者就可以抓了 就可以呢 要求你交出你的匿名都没有用 我们就用这个case来讲 就是这个动员准备阶段 我认为你在这篇的报导 虽然你是匿名的 你呢 不引述消息来源不具名的受访者 我可以要求你告诉我 那个受访者是谁 换句话说呢 这个叫中村玉和龙元秀明的 如果按照台湾的动员准备法 你们两个人呢 不用加枪毙 但是铁定会坐牢的 好 那这个动员准备法 你怎么看 这个 这个全民动员准备法的修正啊 他 我觉得 我觉得蔡英文他 对战争的了解 不会比我高到哪去 所以这个可能是有人 要他做这个修正 但是呢 在这个全台湾的心理上就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他用的是全民嘛 全民动员 因为这个讲起来好像感觉上战云密布的味道啊 这个时候对大家来讲的话呢 就台湾人幸福久了嘛 那大家就是对于这个战争的恐惧感也就快忘掉了 那这一下子的话呢 呃不晓得什么基于什么样的心理啊 就是说是有大家一种感觉 这是这个这是这种恐怖心理的一种一种鼓吹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里面呢就是包含了 就我片面知道看新闻啊 没看没想你看那么仔细 就是16岁高一的学生开始学校的话呢 就是我们也造册啊什么的 就是说是这个好像是属于这变成那个防卫力量 有人称之为娃娃兵啊 对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造册这个这个观点呢 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就非常像是那个以色列了 以色列他们本身的话呢 就是这个造册的主要目的就是知道你人在哪里 那需要你补充的时候你就能够补充得到 那这个讲起来在台湾这个现在安和乐利的社会当中 根本就觉得说是对于这个16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 那现在已经造册的话呢 就感觉上是这个全民中的职权的全部16岁 然后第三点是刚刚提到有关那个媒体 那个媒体的事情啊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是他不但是模糊的 而且他基本上是操作了他所有的定义 什么叫做谣言啊 什么叫不利于战况啊 或是什么什么的 因为首先第一个事情来讲的话呢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战地记者 战地记者当时看到的 本身也只是战争发生的那一部分 那在媒体人本身要负责报导啊 所以说媒体本身的消息 比如现在俄乌之间的冲突的话 常常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消息啊 对不对 那到底谁是谣传的 谁是真实的呢 那而且时间又打了这么久 所以这种情况下 要判断是谣言 谣言要判刑 判刑的还不轻 这种情况下 他说明了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说 全民会怕 怕你要做什么 到底要做什么 怎么用来做什么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怕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的话呢会让大家感觉到 好像这个情况确实是有一点失控的味道 就是如果一旦一旦实施的话 这个情况会有点失控 好 因为我们的宪法要20岁 你才能够才能够有公民权 才能够有选举的投票权 那23岁才有被选举权 那之前说要修宪 要下修到18岁 但是呢 现在按照这个权动法 要造册是16岁 16岁可不只是说 把你的名字登陆 同时给你一个军事上的编号 还不只是这样 而是你的 你的出入境 你的行动 就开始进到了报备阶段 管制 你进出 离开台台湾 或者你离开你的户籍所所在地 他动员通知不到 宪兵就会到你家去按门铃 按门铃呢 之后 当然如果真的到了 就是说呢 动员实施阶段的时候 就不是光按门铃 就是呢 一旦有人通风报信说 那个谁谁谁已经回来了 那按了门铃之后呢 就是进去去拉夫 就直接就带着 我说了那种的画面 你不要以为电影 因为乌克兰现在现场当中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子 乌克兰许多的话 画面 爸爸妈妈在在屋子里面 在拖着还孩子 但是孩子呢 被被被两个标行大案的拖拖走 直接拉上乡行车的 就是带走 那就是在动员动员 实施阶段 那每个孩子 因为你你讲过了 就是说 当经过了这几十年的时间 我们都没有听过炮弹落地的声音 那虽然我们的副职辈呢 都都有过一些的战争经验 都有过一些逃难的经验 但在我们身上没有 我也我也曾经呢 把自己很有限的历史的知识呢 简单的就爬梳了一下 我说中国历史几千年 有四十年以上啊 没有发生战争的 几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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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没没有 文景之治四十年 曾观之之治二十二年 那个呢 已经是历史上的太平盛世了 在台湾生活在台湾七十年没有听过枪炮声 为什么大陆解放军四十年不打仗 我觉得很了不起 因为你在中国历史上面 已经是近乎绝无仅有的事了 好那现在当当这个权权动法呢 发布了之后 我们看到现在民的民进党开始有 有一些声音就就说啊 这个一些行政院的要踩刹车 那这个呢 沟通的是不够的 好像呢 是国防部的问题 你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呢 最最露脸的 一个就是国防部的秋国正 他必须要出来呢 为权权动法 要消毒 还有一个呢 就是退辅会的冯士宽 当这两个人呢 成为大家呢 对内阁关注的焦点的时候呢 台湾就有事了 这两个平常在过去几十年里面 在立法院里面 他们都不是要脚啊 甚至于呢 他们都都是被立法委员凑的 对对对 都是因为民进党凑军人凑习惯了 就就就觉得他们是米虫 退辅会底下全都是米虫 现在不只是米虫还是间谍 不是米虫就就是间间谍 所以过去退辅会 立法院里面只要审到退辅会 大家就是准备来好好的公干一下退辅会 公干一下国防部 现在并不是哦 现在国防部跟退辅会呢 被凤若上兵 那就告诉你台湾现在的气氛 正在朝着战争准备阶段走 好但是 你认为这个法案 有可能暂缓 有可能撤吗 有可能暂缓 因为反对的力量真的是非常 野火燎原一般 当大家慢慢意识到 如果说是发生战争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个人观点 我就是我始终就是一个和平统一派嘛 我就认为说不要发生战争 然后这个事与愿违啊 就是我也不觉得遗憾 觉得挺好的 所以说这个观点 但是呢我觉得没有到那个地步 因为你现在的话呢 就是很快速的通过这个权动法以后 说产生的效应啊 其实大家心里要明白啊 因为台湾的社会毕竟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 大家会产生一种很明显 因为台湾是一个台湾是一方面又承认双方国际另外一方面的贫富不均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很多人就会发觉这里头他所招式的确实是针对于啊 比较没有办法的人所做的一个动员法 有办法的人其实他我不晓得这个心理想法怎么样 这是我完全就逻辑上做的推断了 就会有人反对了 会有人会觉得说这样的认知的话呢 但是呢这个事缓则员呢 就是他会慢慢慢慢的跟那个一方面是跟要我们 立这个法的人修这个法的人协调 反对力量大是一个力量 因为大家都讲民主 那另外的话就慢慢慢慢的就是到了一段时间把这情势再加剧以后呢 最终eventually他会通过的 最终会 你说最最终还是会通过 最终还是非常有可能会 因为因为你这个目前为止的话呢 就是你不通过他就把这个情势越搞越紧张 你现在知道这个情势已经多紧张了 就是二月二十八号的话呢 美国利用二月的最后一天一下通过七八个对台湾有利的这个这个这个法案 这个对大陆非常非常的冒犯 基本上就是已经我觉得这个这个部分影响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新闻就会了解到 就说美国在一方面增加的他的这个无极限施压 包含了那个金融的问题什么的所有敏感的话题都去一次爆出来了 嗯就是说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好 我同意啊 就说现在现在出来踩刹车 但是 我只提醒那个踩刹车是个唱黑白脸的假动作 对对对是个假动作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他不修改了 或者修改的方向不是这这样 这个法案其实你干脆直接叫他乌克兰法案 因为他几乎就是把乌克兰现在的操作的模式复制一边搬到台台湾来 嗯 乌克兰在在作战当他已经呢已经俄乌战争开打了之后 他们对媒体对在野党对于在乌克兰的内部 嗯对执政党有质疑的声音是极端的压制而且被纵容 嗯 几乎呢你可以为所欲为 一个一个紧急命令的作战的状态下面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这个权动法其实就是彩排一个可以让执政当局以紧急命令之名为所欲为的空的空间 嗯那我为什么说我同意就是说暂缓的只是个缓兵之计他一定会会过的 这个是标准进两步退一步 嗯就是当他要要剥夺人民的某一些的权利 嗯或者呢让人民乖乖就范的时候 政府部门所采取的方式呢就是用一个大帽子开始对你毛手毛脚 嗯就是安全战争的理由毛手毛毛脚刚开始你有反应叫一下他所说说说说回来 我第二次呢在在偷摸你的时候呢你在叫的时候呢周围人已经慢慢的都批批发这个议题 任何的议题抛出来试水温之后当你的手进去刚开始你觉得烫 可是就像我们在摸热水一样太高温不用讲了但是 50度的水你刚摸会觉得很很烫 久了就习惯了 可是呢你再摸两三次之后呢你手放进那个50度的水呢就没什么感觉了 就是这个水温呢感受顿化了之后呢这个法案就会过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等着看就像是去年去年的兵役的延长刚开始叫叫叫最后呢就延长就延长就延长所以他一定会做因为背后呢是美国对台湾的所有的作战形态的 思考未来台湾的内内部如果不从省局去分类呢就只有两派比如说刚愿举正讲或者我也一样我们是和平统一派台湾的只有和平统一派跟武装独立派 日本的日本的日经新闻的这种的报道或者美国最近的对台湾的叙事的风格就是一种武装独的独立派的表表达就是为了独立用动武备战但是对台湾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基本上不是他们在乎的好那我们再来看我插一句话美国的参议员呢最近好像叫格洛姆什么的他基本上得到的讯息啊就是非常斩钉截铁在美国国会讲说就是台湾跟乌克兰一样会占到一兵一卒到最后 所以我当场就会发觉他这个资讯哪来的这个比这个日经新闻这两个记者还要命因为实际上我就不同意占到一兵一卒我就不会啊 对不对他是说没有一个台湾人会投降这个讲法就是说这种武断的说法其实是目的就是在制造假讯息这个就是谣言啊 这个就是谣言因为实际上这个很难很难让人接受但是讲这种话来所以说我觉得请就是兵凶之为啊 就是2023年本身就是一个选举年嘛对不对谁都知道你一下通过这个法案你突然取消选举怎么办那还得了啊对不对 因为你在你在欧洲念书嘛我之前呢在在看法国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法国有一种调子我不想同不同意法国说在二战的时候呢法国做的最明智的决定就是很快的就是就投降 所以让让法国没有受到很严重的破坏对我们现在读过书就是巴黎跟北平都是这种情况嘛对很快的投降就是没有被严重的破坏对你想这种的古都你今天看到的那个样 浪漫你到巴黎如果你觉得哇那个那个就就让觉得非常的浪漫他没有受到什么破破坏所以呢他没有那种那种很冰冷的那种战后气息他一直都保持了他的那个文化的风貌所以这个是一个思考的问题 他还没有発给你看了吗 微不感谢了 然后再说我们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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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